大家好 今天又來了 就是實車改裝 跟大家講一下他改了什麼東西 他前面是選了 野蠻公牛的 前避震器 然後是不可調的 他卡鉗是配Brembo的 碟盤的話 因為車主覺得說 碟盤既然尺寸可以用的話 那就下去先用 然後等到碟盤真的不行的話 他才換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的搖臂 看到久違的CNC搖臂了 大家之前都改FARS的搖臂 這個車主我們有跟他講過 就是說CNC搖臂差異在哪裡 他是比較視覺性的 就是他希望是 外觀做為取向的 的目的 他還是選用了CNC的搖臂 然後選了藍色的部分 這整隻藍色其實也蠻好看的 然後他也換了 RK的黃金鏈條 然後避震器呢 對 避震器還沒來 對 就是擦鯊魚避震器 鯊魚真的等了很久 不要覺得說他沒有改避震器 他有 還沒來 我們會放一張他裝好避震器的照片 在這邊 好不好 這位客人他有上椅 所以他是用了現在比較夯的 ZOO的上椅 AR1上椅真的很好看 就是你感覺他就是 本來就是長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AR1上椅真的 比其他車種都好看 然後他一樣是搭配我們家的突出 然後我們特別呢 幫他做藍色 因為客人就是要求能夠藍色的都藍色 所以我們 因為我們支架 只有黑跟銀啊 另外顏色的話呢 就是要另外訂另外價錢 還是因為 這個客人也是 ASARI的 這個部分我們就沒有跟他多收錢 這個我們自己吸收 所以我們就是跟他算一樣的價錢 對 然後我們特別去幫他做一個藍色的 因為每一間洋極場的色都不一樣 所以 我不知道你們畫面上看不看得出來 其實 搖臂跟 土廚呢 是有一點色差的 洋極就是這樣 不是同一間工廠做的 一定就是會有色差 對 他後面是改了Brembo的螃蟹 對 因為客人他之前 都是用Brembo的嘛 所以他用習慣了 所以他還是 想要用Brembo的螃蟹 那我們都OK 就是客人想要什麼 我們就給他什麼 AI1的話呢 他如果要改螃蟹 一定要加到226 所以他的碟盤是226的尺寸 所以看起來比較大 電動車改裝基本上就是底盤的部分 所以其實 能改的東西不是很多 所以基本上都差不多那樣 只是說有各個部品不一樣 所以跟各位介紹一下說 那搭配起來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就是插了避震器 有時候改車插一開 感覺很不好 他這樣子全部喔 包括鯊魚避震器的話 我印象中是8萬多塊 因為他其實剛交車就跟我們訂了很多東西 所以等於是等了一個多月 追蹤我們的IG 我們成品照都會 我們照片都會盡量都放在IG上 然後我們會盡量 如果有客人都是這樣子 全改的情況下 又留車的情況下 我們盡可能都是會拍給各位看 做更多的demo給各位 因為有時候 沒有看到他裝起來長什麼樣子 你們會無法想像 或是說配色等等之類的 我們都會盡量拍給各位看 ok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掰掰 坐下